如何建立 SQLite 资料库 然后资料库里面的话 在下一层会有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的话 它就是会有那个栏位 所以它的结果一定是 你要先创一个资料库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 你可以放个资料表 一个 table 那 table 里面会有几个栏位 比如说我们今天举个最简单的范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那个通讯录 通讯录就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编号 一个栏位叫变化 当然没那么简单 不过我们刚才用简单一点 你在自己在变化 怎么做 OK 所以理论上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有个简单的 sample 那这个 sample的话 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因为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输入资料 它的流程大致上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你要修改的那个什么 那个资料库名称 资料表的结构 还有写录的形态 可能会有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以这个当翻例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新增一个module 也许在这边我们就按右键 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个module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 我叫做SQLite01好了 OK name的话SQLite01 那第二个的话也许你可以怎么 把这一段程式 干脆直接贴好了 因为其实这当成范本 以后的话 基本架构 就是在第44页这边 OK 第44页这边有一个sample 那你就把这个sample 把它复制 把它贴上好了 我们直接拿这个来列起 这样会比较简单 把它贴上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SQLite01里面 这个范例里面到底有哪些重点 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建资料库的话 第一个你必须要 imput SQLite03 这个SQLite03已经内建了 但是它没有帮你引用进来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写一个 imput后面SQLite03 这个SQLite03做什么 其实简单讲讲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驱动程式 或者是说你要有这个SQLite03 才能够去做连结资料库 跟使用资料库的相关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 imput它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用SQLite03 这个module 这个模组 它后面有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不明示意 就是连线 连线什么 后面双引号里面会有一个 叫做cursor01.db 这个叫什么 资料库 副档名通常我们会给它叫.db 前面名称可以自己取 你不见得叫cursor01 你叫其他名称都可以 ok你知道不要取一个怪怪的 然后档名 记得最好不要用那个数字 比如有同学用123 这可不可以 可能可以 但是可能也不可以 可能会出错啦 ok 那为什么呢 尽量档名 不要是用数字 你可以用A01 前面加一个英文字都没关系 但尽量不要用那个单单 只是A01 会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叫cursor01好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讲用了sqlite 然后帮我产生一个 那个资料库 特别之后这个connect的 顾名示意是连线 可是特别之后 这个connect还蛮特别的 如果呢 你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你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怎么connect 怎么连线 没有怎么连 ok特别之后 他这个我是觉得他还有点人情味 没有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有就连线 ok所以他是什么 自己会做判断 ok所以应该可以 如果以前不是 以前如果没有你就挂掉了 所以你要写逻辑判断 对不对 这个不会 我试过 没有他自己会产生 而且他不会问你问题 所以Python有时候就是尽量 我就简单 我也不要问你 反正我知道你可能需要的connect 但没有那我就帮你建好了 所以他里面有负有一点点的弹性 这个讲好听一点叫人情味 所以台湾像外国人来台湾都觉得台湾人很有人情味 但是说难听一点就是大家太自由了 对好像什么都可以 就是没有像日本人这么的拘谨 对那哪边好哪边不好 其实大家各有一个缺点 你知道日本你又觉得说 这边感觉整齐的到有点想 这很窒息的感觉 就好像感觉你什么 就是会连讲话 连去餐厅讲话 聊个天 我老婆说 你讲话小声一点 我在餐厅吃饭 我还要小时 因为每个人都轻声细语 到那个完全快要听不到的声音呢 这个 连你要到街上 你很想要放纵一点 不是放纵 你想要自在一点 你都觉得好像不行 好像感觉怪怪的 这地方好像每个人都都很拘谨的样子 尤其是好像越北方 越那个东北的地方 好像越有这种感觉 越南方好像就越没有那种感觉 关东关 好像富士山以南以北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这个地方 我是说Python其实有点人轻微 OK 然后Connet 再来的话 特别是底下这边有一个 这个Connet是连结资料库的 下面这一句 是产生一个Con的物件 这个名字也自己取 这个是资料库物件 那因为资料库物件 我需要再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资料库 资料表 所以底下这边有个叫点颗色的东西 这个东西 主要是连结资料表 上面是资料库 下面是资料表 OK 一个资料库里面可以有很多个资料表 OK 大概是这样概念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产生什么 因为我今天要放东西 所以我必须呢 在这个里面呢 产生资料库 那怎么产生资料库 特别说底下有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 这个字串 叫做Create Table 这个底下这一串语法 是任何资料库都相同 叫Seql语法 共通的 也就是你不管是Seql Live 或MySeql 或Oracle 或其他资料库 它都会有共通语法 叫什么 Create Table Create嘛 产生一个Table Table就是资料表 那后面这一 这个If not exist 这一个比较不是标准的 不过Seql Live有资源 它意思是说 如果这一个Table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把它建立起来 这个跟上面这个Connect 有点像 If not exist 如果Table01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建立 可是如果存在的话呢 那我就开启 一样的道理 然后后面的话串一个什么 接下来就是这个Table里面 我就放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Lumber 就是编号 那它的形态是什么呢 形态是文字 当然以后如果你要数字就Integer 如果你要有小数点的就用Double 如果日期时间就Date Time 不过如果你记不起来 你用Taste就好了 最简单 里面的话呢 当然只是差别说 你将来要转型而已啦 它预测就是字串 OK 另外一个栏位呢 叫做TL 电话 一个 两个栏位 一个是什么 一个编号 一个是电话 这一串 现在还没被执行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执行的话 你可以丢给什么 Cursor 这个Cursor就是资料表物件 后面带一个方法 叫SQ SQ就是有点像 跟资料库沟通 你帮我做底下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帮我在资料库里面 建一个资料表 有两个栏位 两个栏位形态 在各式TES OK 那你懂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Seql沟通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跟资料物沟通 你要懂的Seql语法 SQL 叫Seql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产生一个空的 一个资料表 其实是一个表格 它就得长这样子 然后呢 两个栏位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栏位名称 底下我要怎么样 再把资料写进来 所以下面这一行是insert into insert into顾名字 就是写到这个Table Table就Table1 Values Values就是里面的值 OK 特别是加是复数 因为是文字 所以是E 跟后面的电话号码 所以这一笔记录会被写进来 然后怎么写 也一样 最后要excue 就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跟资料库讲 不要做这件事 那最后的话commiss是确认 excue 还没确认 下面那个commiss才是确认 最后一个close 好我们就已经把称字写完了 然后把它run一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最好是这边加一个print 什么呢 写入成功好了 不然的话 你执行没有错误 它也不会错 这边要写入成功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写一笔记录了 好 执行看看 要不ok run一下 如果下面出现呢 写入成功 那恭喜你 你的资料 已经在资料库里面了 但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把它叫出来 你可能要下那个slay语法 ok 如果你不会下slay语法 另外一个方法 我就建议你可以到云端 我可能要上一层 云端白板的外面 有一个叫做 呃 补充资料 在云端白板的同一层 里面有个叫做什么呢 SQLite Browser 这个SQLite Browser 就是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解压缩 你可以去开里面的资料库 那我们的资料库呢 你乱完之后 它已经帮我建立了 在哪里 在src上面按右键 你把它refresh一下 你会发现 refresh之后 这边就多一个什么呢 cursor01.db 意思说如果你本来没有 它才会出现 refresh 那问题 里面有没有放好 你当你直接点两下 它会变成乱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够直接开启 如果你要看它的话 你必须用哪一个呢 我刚刚讲这个程式 SQLite Browser 那使用的方法 记得按右键解压缩 解出来之后的话 很简单 直接打开它 但它有点麻烦 就是它不能直接去从那边开 你open 你必须找到哪里呢 找到我们那个什么 C叠底下的那个什么 系列底下有一个我们的workspace 有没有 workspace 然后找到text里面 src 你就会看到cursor01.db 然后把它open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table01了 在这里 然后有两个栏位 那如果你要看到里面的资料的话 就是browse data 第一笔资料就进来了 OK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说动作有点多 请各位试一下 是 是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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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